好 接下來新聞頭條 我們要持續來關注到什麼呢 好 就是國民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好 這個是趙少康 好 趙少康他在昨天是前進政大去演講嘛 而且是金句連發 他就是要搶年輕選票 那學生們呢 也是歡呼聲不斷 好 趙少康他說了些什麼呢 他說如果當選副總統的話 他將會啟動內閣制 如果一年內沒有推動的話 他說他就辭職不做了 好 另外他說了 廉政署對真正的大官 像是總統啊 副總統 五院院長還是有忌諱的 那特徵組主要呢 就是要來查這一些大官 另外他也提到說了 我不是你們想像的LKK的國民黨啦 不是老Coco啦 他說我在國民黨也是改革派的 好 所以這個是趙少康 他去政大演講的時候 他提出來的 好 另外啊 其實呢 趙少康他今天也有接受媒體聯訪 那媒體又再問到了嘛 一年內沒有推動內閣制 就請辭這一件事 是否有跟侯友宜討論過呢 趙少康就表示了 有討論過 而且一定會推動 另外呢 他也進一步的表示 支持十八歲公民權 因為這個是先進國家的常態 我們是要推動 因為我跟侯市長討論過 內閣制是大家都同意要推動的 包括柯文哲也同意嘛 那我們覺得柯文哲這個主張也很好 所以我們把它也變成 其實我們比柯文哲還早就在推動 很好啊 大家有之一同 英雄所見略同嘛 內閣制對台灣的政治是比較穩定的 也不會發生為了選個總統 發生兩顆子彈這樣的事情 那大部分世界的民主先進國家 像英國啦 像德國啦 像日本啦什麼 也都是史詩內閣制嘛 所以我才講說如果一年之內呢 當選就職一年之內 如果沒有推動內閣制我就辭 我這是要跟同學們加強他們的信心 也加強他們對我們承諾的信心 我們一定會推動的啦 一定會推動 因為這次侯友宜的政見嘛 所以一定會推動的 那十八歲公民權 那個是他們問我站不成我贊成 這點倒不是共同政見 這點沒有討論過 但是在去年複決的時候 我是在中廣我們免費做了四百 放了四百多檔的廣告 來跟這個推十八歲公民權的 這個同學的年輕人 我們一起來做廣告 那大家問說 幾年以前好像我曾經講過 我講過我最希望的 我認為是十八歲公民權 跟不再起投票 都是民主先進國家的常態嘛 十八歲也是常態 那不再起投票也是常態 所以我也本來希望 這兩個都能通過 但是去年因為只有複決 這個十八歲公民權嘛 所以我當然就支持啊 我希望兩個 但只有一個也支持啊 所以就是為什麼去年 我們做了那麼多廣告 來支持十八歲公民權的原因 昨天趙少康在政大演講的時候 有學生他就問到了參選副總統 並且說呢有慎選決心 那是否會辭掉了 中廣董事長一職呢 趙少康就說了要依法行政 廣電法明確的規定 服公職黨只是不可以擔任 媒體董事長的 但是他現在還只是一個參選人 他說了你越逼我越不會 那種慎選的就是這個決心的話 那要不要就是在這邊 就是宣布直接放棄中廣的董事長 對 謝謝 很好很好 我本來預期這個題目 第一個就會被問 第一個我們要依法行政了 廣電法 廣電法規定很清楚 服公職或服黨職 不可以擔任媒體的董事長 譬如說 那我現在是候選人 對不對 而且我已經超過法律規定 已經請假了 已經我TBS我也不主持了 中廣也不主持了 我也不主持中廣的業務 通通不管了 我已經超越法律的規定 對不對 我這個人最不會 而且最不肯就是在人家的脅迫之下 做任何事情 我要不要辭職我自己會決定 但是我不是被你們逼的 所以你為什麼不辭職 在這麼大庭廣場 你吃啊你吃啊 我不會的 好不好 你越逼我越不會 每個人個性不一樣 有的人被逼一下 我不會 為什麼 我沒有違法 我還超越法律 那至於我將來會不會辭 當選是一定要辭 選舉之前也很難講 那 只是我這邊 不會在這裡宣布我要辭 好所以趙少康現在就是前進校園 跟這些學生們一起來互動 因為現在國民黨很需要搶的 就是年輕選票的部分 來看到柯智恩說了什麼 他說侯康培的年輕選票 還有南部選票仍然是比較弱的 還是輸了民進黨 而且高平彭地區落後是將近30% 他說這一點是有一點匪夷所思的 好另外呢林卓水他說了 年輕人現在大批大批的 是在賴清德跟柯文哲之間是在亂竄的 那往往一串呢就會大起大落 所以民調有可能就會超過了10% 好那時事評論員呢姚慧珍他就說了 吳欣銀現價他一回台之後 年輕人馬上就跑走了 他說跟磁鐵一樣 現在最遙遠的距離就是 吳欣銀跟年輕人之間的距離 他說這是史上第一次出現 如此的趕票效應 我們就來看到美麗島電子報跟TVBS 他們公布的最新民調 好在撒卡多的部分之下呢 賴消沛他們在美麗島電子報這邊 他們的民調是34.7% 那麼侯康沛是31.2% 那這個柯銀沛是16.8% 那在TVBS的民調中心做出來的呢 好這個是賴消沛是36% 侯康沛是32% 那麼柯銀沛是稍微比較高一些 22% 所以呢看到蔡振允他就說了嘛 現在就剩下30天的時間 剩下一個月了 好你剩下30天的努力 如果沒有任何重大的改變的話 他說賴清德可能明天投票的話 就會當選了 所以我們來聽聽蔡振元他怎麼說 美麗島電子報是用純粹的室內電話 進行調查 TVBS的民調大概是一半四話 一半手機 所以兩個參照的話 可以確定說在民調上面 現在侯友宜還輸賴清德在4% 4%換算成選票的話 就是65萬票 65萬票聽起來好像數量很大 可是因為台灣有一萬六千個多個投票所 你把65萬票去除這個一萬六千個投票所 換上來每一張 每一個投票所 也不過就是50張選票左右 差距 拉鋸站在開票過程裡面就會很激烈 很激烈 那因為還有一個月嘛 所以這個 活友宜還有努力的空間 還有努力的空間 那針對這些數字我們可以很清楚一點 就是活友宜在北部地區贏太少 在南部地區輸太多 所以一定要除了想辦法在南部地區少輸之外 重點要在北部地區多贏 那北部地區多贏 從那個數字裡面就要找援軍 那援軍有兩個人 一再的強調過有兩個人 一個就是你除了爭取王金平以外 更重要要爭取郭台銘的支持 因為北部地區郭台銘的那種經濟選民支持 比重比較大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在北部地區相對的未表態的選民 稍微高了一點 也是這種現象 那第二個就是要主動的去創造一個氣氛 就是即使支持柯文哲的鐵板一塊 在很多民調裡面 柯文哲裡面大概還有將近8%到10%的人 認為他如果不會當選的話 這個選票願意投給其他人 那願意投給其他人 就爭取這個選票 不要讓他流到賴清德那邊去 不過關於這個民調的部分 郭正亮他說了 依照目前這種民調 他說真的是有一點匪夷所思了 他說台北市跟新北市侯友宜 贏的是少到了可怕 另外他也提到了 柯文哲在20歲到29歲 還有30歲到39歲之間 支持度有沒有從45%跌到32% 他說這個是很關鍵的 好另外媒體人羅旺哲他也說了 柯文哲現在真的是非常的關鍵 他說呢 柯文哲與藍綠之間的差距 現在的確是變得太大了 所以他說很難看出柯文哲 還有一波的機會 但是他有可能就是會左右藍綠 一路到最後 一路到開票之後才會定勝負 那我們也持續來看到 2024大選現在定入了倒數階段了嘛 剩下30天而已 中平社就指出了侯康佩近期的 選戰動作是瞄準南部 還有年輕選民來進行 那麼首先侯友宜他出身嘉義 他說著一口流利的台語 跟南部的選民溝通上面是毫無障礙的 能夠給他們很強烈的親切感 這個是過去國民黨候選人 所沒有的條件 那麼第二 民進黨在南部縣市長的這個執政期間 將近兩屆的地方選舉 得票率是逐漸的降低了 所以看得出來民心思辨給侯友宜更多的切入空間 如果能夠降低藍綠在南部的差距 打亂民進黨的南票北宋的佈局 那麼侯康佩在2024逆轉勝不見得是沒有機會的 好那針對了選情 郭正亮他就繼續分析了 他說賴清德目前在台南是不到50% 高雄陳其邁還比較強 那麼高平區侯友宜是輸比較多的 雲家南主要就是台南 台南算是侯友宜現在輸的比較不多 那郭正亮他也提到了現在總體的氛圍 就是討厭民進黨下架民進黨的力道變大 郭正亮目前在台南也是接近 也不到50%你知道嗎 不到50% 所以也算是跌很深 對啊 你就不到50% 可是人家說台南現在已經板塊都重啟了 沒有啦板塊重啟應該是說 因為他那也很久了嘛 像黃偉哲已經做到第六年了 那就是烏七媽黑嘛 問題一大堆啦 不然謝龍健怎麼可能選他43 對 對不對 那你說屏東 那蘇清泉嘛 柯茲 高雄 高雄比較不一樣 因為陳其邁比較強 對 我剛剛原本只想說你應該講黃偉哲 我就想類比一下 陳其邁比較強 然後我就講到周春米 周春米確實也不強 但我再回過頭來想說 陳其邁就另外一回事 所以高平區侯友宜是輸比較多的 高平區 台南其實輸的不多 是高平 好難想像喔 在賴清德的本命區耶 因為他們通常分區域是雲、佳南 對 不過雲、佳南主要就是台南啦 那 不過我覺得賴清德 因為台南的事情都被挖出來了嘛 所以基本上是對民進黨整個反彈 我認為賴清德能夠有50就歐彌陀佛了 他也許高雄有機會衝看看 可不可以衝到55啦 可是要像蔡英文這樣 全部都在60以上 我認為不可能 總統大選倒數一個月 由三立電視他們做的民調就顯示 有34.7%的民眾是支持賴肖佩 28.8%支持侯康佩 那柯英佩則是拿到了21.2%的支持度 選佈出來的民眾呢是有15.3% 至於在政黨票方面 民調的結果顯示了有32.3%的民眾 他們是願意支持國民黨 進一步交叉分析就會發現 賴肖佩雖然在中南部地區是保持領先的 但是跟上一次的調查比較起來的話 中部地區已經少了3.3個百分點 南部地區則是掉了4.8個百分點 至於侯康佩則是在中南部地區是有所斬獲的 中部地區多了5.1個百分點 來到了35.0% 南部地區則是增加了6.4個百分點到33.9% 那柯英佩在東部還有離島地區增加了10.7個百分點是最多的 而針對看好度有43.4%的民眾是看好賴肖佩當選 31.6%看好的是侯科佩 17.5%看好的是柯英佩 另外有7.5%的民眾表示他們是不知道或者是沒有意見 而在喜好評價方面調查結果也顯示了 民眾對賴肖佩的喜好度是37.4% 討厭度38.7% 對侯康佩的喜好度31.4% 討厭度是41.6% 那對柯英佩的喜好度是23.0% 討厭度44.5% 好 所以就持續來看到吳欣的最新民調 不僅呢這個喜歡度是增加了 不喜歡度是增加了17個百分點 那麼吳欣他是怎麼看呢 最現狀況把時間交給陳佑 好 主播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民眾黨副總統候選人吳欣營今天又現身到立法院來擔任未完委員會的趙偉 不過吳欣營今天現身又遲到了9點開會 他9點04分才現身到委員會 而另一方面呢現在又有最新民調出爐 我發現吳欣營的不喜歡程度居然飆升了17個百分點 怎麼不喜歡程度變這麼高呢 囚犯只是慢慢吵起來了嗎 而吳欣營怎麼看這一份民調我們先來回顧稍早的訪問 委員想問一下為什麼今天又遲到呢 對啊 我想知道 你們壓到這個工作人員了 這桌子都翻桌了 委員想問一下為什麼今天又遲到呢 你怎麼看你的好感度增加17個百分點 會不會覺得是跟應對上面的關係 所以讓大家 好 謝謝 所以讓大家對你的不喜歡程度越來越高呢 好 你可以看到吳欣營現身就被大批的媒體包圍 大家先是問他遲到了問題 再來呢 還有再繼續問他民調怎麼不喜歡程度飆升的問題 但是吳欣營一概沒有回應 唯一呢 他有講話的就是請媒體要特別注意一下 從邊立法院的工作人員 可是呢 吳欣營的不喜歡程度飆升 到底是不是跟他應對媒體 出了很大的公關危機有問題呢 畢竟他看到媒體的提問 都把他反向回去 恐怕因此讓他的仇恨值也這樣子大直的飆升 而現在吳欣營的辦公室也認為 吳欣營在主流媒體的信音上面 也必須要再稍微的加強了 以上是我們這一集的國會最新 太陽星全校課費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松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會試騰中 tot 5 6 3 4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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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